算同样都是4.7吋 网路间谍影片的iPhone 6s萤幕 硬是比iPhone 6还要大一点 由于说是因为窄边框设计 另一个手法是iPhone 6s将仿照三星 谈侧面显示技术设计 可能新规格除了搭载iOS9新作业系统 还加入了前闪灯 前镜头提升成1200万画素 就是为了迎合爱自拍女性族群 即可也新增玫瑰金色 还取消了Home键改成触控萤幕压力感测 也可辨识指纹和手指湿力度等 另外有传闻说 因为它的前相机有可能会做到 有红膜辨识的功能 跟指纹辨识是一举同一指秒 它是用拍摄眼睛的部分做辨识 算苹果还没证实 不过就了解iPhone 6s 可能在9月8号对外发表 18号起接受预购 最快25号起周五就会正式开卖 而不让iPhone 6s专门预前 3C Note 5应循惯例 也将在下半年推出 最可能的时间就是依法展期 传说触控笔可能会配有软体 有自动退出的机制 除了手写笔自动弹出宣传亮点外 Note 5除了以极窄边框形式呈现外 机身尺寸可能会在 5.4到5.89寸间推出两款 也会增加电池容量 加强续航表现 另外外观也有机会 换成金属双面玻璃材质 做出大变革 但究竟实际规格如何 还是得等官方公布 下半年各大厂旗舰机 叙事待发也让消费者相当期待 记得赞助物张票台北不到